很高兴今天晚上你在我们中间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其实是上帝明明中的安排 不管谁带你来 不管什么原因 你从哪一个方向来到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今天晚上 你要知道 我们的神 又真 又火 又慈爱 又怜悯 我们认识他 不是带来心灵 安慰精神的寄托 而已 不要误会我们在搞一些什么 迷信宗教的活动 迷信 宗教 没有办法真正为人的生命 带来改变 宗教没有办法真正拯救人的 拯救 拯救 使到人的罪得赦免 而不至于去地狱受刑法跟审判 唯有我们所相信的神耶稣基督 透过他的宝血 洗尽了我们的罪 我们今天 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这条道路 我们去到 有一个机会 我们有一天 我们会在天上 我们遇见这位奇妙 丰盛又真又火的神 所以亲爱的贵宾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中间 多少人 你盼望 有一个新的开始 多少人你盼望 可以在你的婚姻里面 可以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多少人你盼望说 我真的很想 有一道新的门为我展开 好让我可以脱离现有的空间 可以去到这个 一道 总之我要脱离旧游 我要去到一个新的 一个领域 一个地方 多少人你盼望 你可以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可以得着转变 在低处 你可以攀爬 去到更上一层楼 继续地攀爬 去到更高的山峰 多少人你盼望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继续地进步 继续地前进 能够有更多的收获 能够扩张到更远的境界 多少人你盼望 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盼望一个转变 不管在婚姻 在学业 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事业里面 多少人你盼望 有一个转变 向神挥回我们的手 Amen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 这边说什么 这边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当有人相信 接受 跟随 基督在他的里面 旧的都要成为过去 你知道多少人 很多时候 老旧的那些东西 很多的残累 很多的这些的老火 很多这些的伤害 很多过去的这些的 这些的债务 很多过去的这些的 这些的重担 那些的残累 那些的捆绑 那些的咒诅 那些的贫穷 总是挥之不去 你很想把他踢走 你很想举挡他 但是就是不离开 你知道吗 这节经文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你去到基督里 不但旧的就要成为过去 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你知道 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 从天上来到地上 带给所有相信 接受 跟随他的人 为我们的人生 带来转变 因为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祂的名字叫做 凡事都能 耶稣的名字叫做 凡事都能 要派掌给神 就大声派掌给耶稣基督 祂配的 全能全知全在的神 Amen 哈利路亚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问 我们真的要 转变吗 为什么我们要转变 为什么我们要改变 今天晚上 我们的 我们这个晚上的特会 我们的主题是 转变180 我们不变不行吗 重要吗 可能现在我们也 OK啊 也很满足啊 亲爱的贵宾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 如果不转变 不改变 它带来的结果 是何等的坎坷 损失 遗憾 多少人还记得 第一代的手提电话 无限的手提电话 以前的手提电话呢 不像现在 又薄又轻又小 如果你用iPhone的话 更小 那个 然后 以前 那个手提电话 第一代面试的时候 好像砖头那么大 你知道吗 有帮我找到吗 有吗 是吗 哦 是 好像砖头那么大 以前的莫多罗拉 都是黑色的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所有的人 称那个手提电话 叫什么 什么 带过带 要么一个高带 后期镜头这么大 当这个 那个第一代的 无限的手提电话 面试的时候 那个品牌 就叫做莫多罗拉 你知道吗 当时候 它可以说是 全世界最畅销的 一个 最畅销的 这个产品 所有的人都 真相 要着 要得着 这个 莫多罗拉的 砖头手机 今天 谁还在使用 莫多罗拉 举手 为什么没有人在使用 这个当时候 把 无限手提电话 带进世界的 龙头老大 为什么现在 我们 没有人在使用 Nokia 没有人在使用 你已经没有看见 Erikson的手机 现在 使用 什么手机呢 Samsung 使用Samsung手机的几手 使用iPhone的几手 使用Sony Ericson的几手 Hexon的几手 对不对 你看 今天 你在说 任何的品牌 你都不会 看见 听见 有人在使用 莫多罗拉 你知道 为什么 莫多罗拉会从 这个手机的市场里面 被消失 好像消失呢 因为 当它不转变的时候 我可以说 它有转变 它有改变 只是 改变得太慢 而其他的品牌 快速转变的时候呢 就取代了 当时候的 手提 这个手提电话的 莫多罗拉的 龙头宝座 今天只要转变得慢 都会被淘汰 如果不转变 不改变 还有什么结果呢 你看 一个孩子 谁家里面有 六岁 七岁 八岁 可爱的孩子 有没有 我家里面就有个八岁的 很可爱 对 上二年纪的 对 非常 很窩心 很喜欢抱他 然后今天我要 讲道的时候 我还在家里面 跟他 背他 拥抱他 跟他玩在一起 我的孩子八岁 老三八岁 可爱啊 但是你知道 过了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我的老三 三十八岁 如果他 不转变 还是仍然那么高 他的手脚 他的手 仍然那么短 他仍然那么矮 他的身体 怎么瘦小 你觉得正常吗 三十八岁的 罗星妍 还是好像 现在那么高 不能够转变的话 你觉得会有什么 结果呢 怪物 你就会嫌弃他 你就会离弃他 你知道吗 不转变 带来的什么 你如果不转变的话 就会带来一个 可怜 带来被 嫌弃 被丢弃的 一个结果 如果不转变 不改变呢 还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以前我们中国人呢 我们 汽车还没有发明的时候 中国人都是用 什么交通工具呢 有一种叫做 叫对不对 四个人 抬着那个人 中间一个人 坐在叫里面 四个人 四个 这个叫夫 然后 那些尊贵 有钱的人 才能够做得起 这种叫夫 对不对 那么 你要知道 就是这种叫 对不对 如果你说 我 我这个人 我很怀旧的 我就是要拒绝 那新时代的东西 等下呢 明天早上 十点 Mid Valley 开门的时候呢 你就坐着这个叫 叫四个人 抬着你 你就去到 Mid Valley 去到P1 Barking Bark好了 你看 你看有什么事情 不然的话呢 你可以抬着这个叫呢 叫人家去 Growford 去找KFC 当然你会觉得 很新鲜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吗 从这里去到Mid Valley 的话 我们开车 其实五到十分钟 就到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用叫去的话呢 会怎么样 那个人 抬了 三分之一路程 他就要休息一下了 一半 他就要休息了 去到那个地方 本来五到十分钟 他要可能变成 三十分钟 你才能够去到Mid Valley 你知道吗 当人不转变 不改变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受限制 你就会 变得更缓慢 当你 他就没有办法 很快速地把你 从一个地方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以前中国人呢 还有全世界的人呢 有一种交通工具 就是他们我们骑马 对不对 有没有骑过马中间 有没有人骑过马的 在海滩没有骑过马 对不对 走两步都有骑过马 骑马你知道吗 马是当时候呢 我们之前的年代的那些的 那些的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今天你说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用马 现在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深圳旅行 我不要做这个新时代的 这些 你知道吗 我们非常怀旧 我们要骑马去深圳 你就要从吉隆坡这边出发 然后骑马去到渔宝 上去槟城 去到菊达 去到贺爱 然后在巨西的北上 你会去到这个普吉 这个Puket 去到普吉岛 然后再往北的话 你会去到曼谷 然后去到羌脉 然后去到金山脚 然后通过越南 然后再去到这个 这个福建 这个厦门福建省 然后再去到广州 但第七广州 几个小时啊 如果是坐飞机的话 四个多小时 你知道吗 如果你骑马去的话 我搞不好 告诉你 可能要四十天 你知道吗 如果人不接受新的转变 不接受转变的 这些新的产品的话 我们人不转变的话 你不活在 改变后的这个新的时代 带来的都是限制 你知道 谁家里面 有这种宠物 恐龙 有吗 谁的家里面 有养了这个 这个恐龙宠物的 有吗 恐龙 有吗 新研究把这个宠物 绑在我家的 这个芒果树旁边 对不对 好 你看 恐龙 你知道为什么 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几乎研究恐龙 为什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科学家 都有一致的答案 恐龙呢 它是中西年代的 这些的 那个 那个 动物 那个时候呢 中西年代的 在转变 整个时代 整个环境 在转变的时候呢 本来 空气中非常 那个时候的空气 非常清新 full of oxygen 但是当 整个大环境 在转变的时候呢 空气变得 细宝 空气中的 oxygen oxygen 开始减少 那么 恐龙的气管呢 本来就是 很小 那么 当空气 减少 oxygen 的时候呢 它就要 更大量 呼吸 空气 好让有充足的oxygen 供应给身体里面的 每一个的细胞 但是 你知道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恐龙没有办法 来转变自己的气管 再加上呢 那个时代呢 整个中西年代之后 就 生产了很多的 那些的 俘虏动物 谁知道 恐龙 第一次你知道 它会生 多少次儿子吗 它会生 多少次 小儿子 恐龙 第一次 你知道它会生 多少次 小儿子 小恐龙 恐龙第一次 会生 多少次 小恐龙 谁知道 好 说五到十字的 举手 好 说十到二十字 小恐龙的举手 好 二十字以上的举手 好 二十字以上的 错 十到二十字 小恐龙的也错 五到十字也错 五字以下也都错 因为恐龙 恐龙不生小恐龙 恐龙生蛋的 你要知道 恐龙不是俘虏动物 恐龙是生蛋的 OK 当时很多 那些的 俘虏动物呢 他们生产出来之后 那些 他们的体积都非常小 他们虽然脚很短 但是他们的速度 却非常快速和明确 比较起体积 融大 笨重 行动缓慢的恐龙 当有食物出现在前面的时候 你知道恐龙要去 抢食物的时候 恐龙是怎么样起步呢 走到去的时候 都给其他体积小 行动迅速快速的 敏诀的这些 俘虏动物都吃光了 去到的时候剩下骨头 所以你知道吗 所有的科学家都一直认为 恐龙会从这个世界上 灭种消失 第一是因为 它不能够适应 这个空气细胞 少Oxygen的 这个环境空气 因为空气的问题 第二是因为饥饿的问题 所以恐龙从这个世界上 灭种消失 现在你找到的恐龙 都是化石 你知道吗 恐龙 会灭种 是因为它的气管 适应不了新的 这个少Oxygen的空气 我相信 如果当时候呢 有这个动物 受生殿的话 我告诉你 里面呢 一定会挤满一种动物 他们为了生存 你看里面都挤满了恐龙 要去受生 因为它一定要 受生 把受生之后呢 才能够比得上 才能够跟这些俘虏动物 来抢夺食物 你知道吗 如果是当时候 你知道 有动物医院的话 你看动物会挤满 这个动物医院 会挤满什么动物 你知道吗 也是恐龙 为什么 他们只需要一种医生 就是帮他们来改造 这个气管 把气管的这个小洞 全部把它搓大 搓得更大 他们就可以呼吸 更多 更大量的空气 进到里面 充足的Oxygen 才能够让他们 继续的生存下去 但是你知道吗 恐龙因为 没有办法转变自己 不转变 他的结果 就是带来 自我摧毁 自我灭亡的坎坷 下场 亲爱的贵宾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今天晚上 我们转变180 他是为我们 不是要为我们 你知道吗 这个信仰 这位神 今晚上他转变180 不是要让我们 从这个世界中被淘汰 不是要让我们 从这个环境中 被遗弃 被嫌弃 不是让我们被限制 不是让我们被摧毁 不是让我们灭亡 你知道吗 如果不能够改变的话 他带来的是损坏 带来的是损失 带来的遗憾 所以你知道吗 转变180 对我们的人生 除了避免我们被淘汰 被遗弃 被限制 除了让我们避免灭亡 面对损失 面对遗憾之外 更重要的 你知道吗 转变 会带来祝福 当时候呢 全世界发明汽车的时候呢 都是在这些欧洲的先进国家 先发明汽车 欧洲人呢 发明的汽车呢 因为他们想到安全性的 考量的因素 这个 所以他们发明的汽车呢 都是怎么样 为了要安全 要稳 他们就要 他们发明的汽车就怎么样 很大 很重 那个时候的 这个欧洲发明的汽车 非常合适他们居住的环境 你看欧洲呢 南美洲 北美洲 这些国家呢 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陆地都非常广 人稀少 所以他们的住家 跟商店 他们的 这社区呢 他们可以说 很远路很大 所以他们开的车呢 就算是 他们开的车 他们制造的车很大 很重都好 对他们来讲 很合适的 但是呢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 这个欧洲的车呢 是整个世界的 这个龙头老大 但是你知道吗 日本 他们开始去学习 汽车制造的这个工业之后 你知道吗 日本人的想法呢 日本人的想法就开始转变 欧洲人 发明的汽车 大 中 稳 但是呢 你知道吗 日本人的 想法呢 非常先进 他会想到 雨后 人群的生活 都是居住在都市 今天 今天 谁住在 OUG跟 Happy Garden 这附近一带的 举手一下 OK 好 我们居住在 Happy Garden OUG这一带 如果你开一辆 这个 20个轮的大卡车 你去Happy Garden OK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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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阿磊那边 吃那个云吞面的话 去阿磊的档口 那边吃云吞面 你开了20个轮的 大卡车去 第一 找不到parking位置 第二 你转不到弯 你知道吗 日本人 他们就开始 有一个新的想法 他们开始转变 他们发明的汽车呢 怎么样 小 轻 也同样稳 因为什么呢 今天 请问谁开日本车的举手 开日本车举手 Nissan Toyota Honda Suruki 有吗 还有什么 开日本车的 OK 好 请问 你去Happy Garden OUG 你转一个角落的时候 它会 你corner 你转弯的时候 它会反车 掉进沟渠吗 我告诉你 日本车 虽然小 青云 你说 它 但是它还是仍然很稳 而且呢 你知道吗 现在全球销量 最大的汽车业果 不是欧洲的国家 而是日本 销量最高的品牌 就是Toyota 你怎么真的转变的话 你怎么真的转变的话 不是带来被淘汰 不是带来亏损 如果你真的转变 180来归向耶稣基督 我告诉你 带来的是祝福 带来的是收获 带来的是成长 再来的是 你可以攀爬 去到更高的层次 更加扩张 你会更加 你会 你会更加得更多的荣耀 阿们 我们当初我们的 国家的第一国产车 什么名字 Proton 当时候Proton 在马来西亚来说 当它面试 其实 好多年呢 他们都可以说 是马来西亚 汽车销量 最高的品牌 但是你知道 今天 马来西亚 汽车销量 最高的品牌 请问是什么品牌 Proton 谁有一两的 举手 谁有开Proton 家里面有一两 Proton 他都举手 好多人都开Proton 你知道吗 为什么Proton 会占据了 马来西亚 汽车销量的 这个龙头宝座呢 你看他所生产的汽车 他 不在Proton的思维 不在Proton的那些的 那些的设计里面 去跟他争斗 他反而 他所设计的车呢 你知道吗 今天的汽油 跟柴油 价格一直不断上升 所以呢 他所制造生产的汽车 都怎么样 小 轻 省油 简单 舒适 对不对 而且小 今天在都市里面 比起 你开Vill Fire Dentic我开一辆Vill Fire 我开一辆MyV的话呢 你觉得谁比较容易 Barking呢 而且呢 你知道MyV呢 他的想法呢 他真的是为了 未来 他就开始转变 你知道吗 今天 他就做到了很多那种 刚刚拿到驾照的这些 新手的那种的心理 你知道 特别是姐妹 你知道吗 他们 我们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呢 你觉得呢 你会 想要开一辆卡车 出去吃炒餐吗 你会开一辆 这个 突然间 你可能是开一辆Vill Fire 我刚刚卡到 卡到驾照 你开一辆Vill Fire 哇 开一辆Van车 来到教会吗 你会很害怕 对不对 新驾照的 拿到这个 新的驾照呢 他们想到 车小呢 都怎么样 比较方便 容易Parking 最麻烦的就是 这种Side Parking 你知道吗 车子越小越好 你知道吗 他们 那些 刚刚考到驾照 你的心理是怎么样 屁股短呢 比较不会撞到 碰到别人的车 你知道吧 对不对 是不是 OK 然后车很短嘛 那个位置 就算今天 你知道吗 很多地方 它剩下的位置 非常窄 非常短的 你知道吗 你开辆View Fire 要怎么样 Dandy 都跟我说 哎呦很麻烦 开辆View Fire 要去早餐的时候 找个位置 哇 本来可以进的 但是那个位置 进不到 它刚好 硬硬可以塞进去的话 又怕别人一开门 打 就打到它的车 你知道吗 很麻烦 它说 有时候要出去 吃早餐 买个东西 宁愿有辆小车 所以就是因为 Protor的想法 开始转变 你知道吗 转变 不会带来亏损 转变 是带来祝福 Amen 圣经里面 有一个人物 叫做 彼得 彼得本来是渔夫 耶稣那天行走 在海边 就跟彼得说 来 跟从我 相信我 以前你在大海里面 是得鱼 现在呢 如果你跟从我的话 你转变 不去大海捕鱼 而转变 跟从我 我就要叫你 得人如鱼 你知道吗 当 那时候彼得 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 真的是转变 180度转变 就放下了 这个捕鱼的 生活 他就开始 跟随耶稣基督 你知道吗 一个渔夫 本来一个渔夫 当他转变 跟随耶稣基督之后 你知道吗 那一天 他站起来演讲 竟然 三千人受感动 信而受洗 归入基督的名相 当他 看到那个瞎眼的 为他祷告的时候呢 你知道吗 他的眼睛 就得以看见 当他为那个 鞋腿 瘫痪的人 祷告的时候 他就得以 起来行走 你知道吗 一个 一个 渔夫 他竟然做到呢 连许多人 都不可能 做到的 他可以 他有 他还经历了 行走在水面上的 超自然的神迹 你知道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贵宾 当我们真的是 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 不是带来亏损 不会带来遗憾 不是带来灭亡 而是你会经历到 耶稣基督的奇妙 而是你会经历到 耶稣基督带给你的荣耀 而是你会经历到 耶稣基督 要带给你生命中的丰盛 阿们 以前 圣经里面 有个人叫保罗 保罗呢 当时候呢 他的任务 他的工作呢 就是 专门残害基督徒 到处去搜寻基督徒 然后 把他们抓起来 放在监牢里面 继续要相信耶稣 就把他们杀掉 那一天 他行走在 大马社的路上的时候 一道大光 照射在 他的眼睛 他看不见东西 然后从大光中呢 就有声音来对保罗说 保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为什么残害我的儿女 保罗在 神的大光中 他就开始悔改 他说主啊 赦免我 他就开始回转 来归向耶稣基督 他相信了他 他接受了他 他跟随他 神就拆派保罗 向外邦人 向这些欧洲国家 中东以外的国家 那些地区的人 向他们传福音 为他们介绍耶稣基督 要带给世人的救恩 于是呢 保罗呢 就怎么样 真的是在很多欧洲的国家呢 建立了教会 把福音从中东 带进欧洲 欧洲 再把福音带进亚洲 今天我们才能 会做到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当一个人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一个人转变的时候 他不单只影响 当时候的中东 影响当时候的 不单只影响了 当时候的欧洲 今天的欧洲 今天的亚洲 影响了我们的今天 影响了我们的明天 影响了世世代代 他的名字 永远被记录在圣经里面 你知道吗 如果当时候 保罗 继续来做成他的 完成他 去捕捉这基督徒 打击基督徒的工作 可能当时候 很多基督徒 教会里面都很惧怕他 都认识他 但是他的名字 会永远埋在 那一个年代而已 你后代的人 现代的人 后代的人 永远不会认识 把握这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有一个人 当我们转变 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为我们带来的是 祝福 他为我们带来的是 影响力 他为我们带来的是 拯救 阿们 转变 带来 祝福 跟你旁边的人说 转变带来 祝福 你说牧师 我们知道转变很重要 这样怎么转变呢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啊 你看像不像你身边的人 像不像你家里的那一位 江山易改 江山易改 本性难 也就是改不了的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谁偶要饼 你要把他的井拉直 都拉不到的 很固执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九章 马太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这边 十六节这边说 没有人会拿一块 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当补在新布 补在旧的衣服上的时候呢 就会把那个旧的衣服 铁破 因为旧的衣服呢 它那个布纸呢 开始霉浪 松弛 很容易就被铁破 破裂就会变得更大 可能在我们中间 本来你想去弥补的 但是你不单止 没有弥补起来 破裂更大 婚姻的破裂更大 关系的破裂更大 一个工程 破裂更大了 今天神在跟你说话 可能你已经尝试过 你努力过 你完全找不到 转变的方法 你好像没有 你已经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为这样的 目前这样的困境 在这样的 在这样的问题里面 你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转变它 今天神在跟你说话 把旧的丢掉 绝对没有人呢 会把新酒放在旧的皮带里面 当皮带变旧 韧性就消失 变成僵硬 新酒呢 有很大的膨胀力 倒在旧僵硬的皮带里面 就很容易把旧 没有韧性的皮带 把它撑破 酒就会流失掉 但是如果把新酒放在新的皮带 两样都得保全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 要怎么样改变呢 我们就要把旧有 对神的那种错误 片面 模糊的想法 把它丢弃掉 我们就要把旧有的 对信仰的那种误解 把它丢弃掉 你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宗教 我们不是在做迷信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叫迷信吗 迷信是不知所做 不知所跟 不知所败 但是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跟随的 我们所接受的 这位神呢 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中间 我们不是在做迷信的事情 要丢弃就有新的 才能够带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里有一杯水 你看 水都已经满了 如果我再把新的饮料加进去的话 很快就会满 就会满出来 我已经不能够在家了 如果我要再领受 神给我们新的丰盛 新的开始 新的恩典 新的收获 新的引导 新的力量 我们要怎么样呢 你除非呢 你就要把旧的 把它倒掉 空了之后 你才能够把新的倒进来 我们要怎么转变呢 就是要 丢弃就有 跟你旁边的人说 丢弃就有 我们要怎么转变呢 第二 在家靠父母 出外就靠谁呢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谁 就是要靠朋友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懂得分辨 好朋友 真朋友 跟坏朋友 你知道怎么样叫做坏朋友吗 那一天 不小心开车 砰 车祸了 打电话给他 哎哟 我车祸了 你可以来帮忙我一下吗 抵你死呀 开车 整个轮尽到 你呀 你的牌子都不知道 是不是考你 你的考官 真的不搭的了 好歹我没有坐你的车 死了都不知道什么事 你知道吗 好的朋友 不是真的 你在犹难的时候 他还在落井下石 好的朋友 你知道吗 不是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 哎哟 够累啊你 你的名字没改错啊 你知道吗 你的名字叫做 当扑街啊 哇 你妈好把他按啊 笑死人啊 扑街啊 你真的担扑街啊 你真的担扑街啊 真的啊 你眼神啊 担扑街啊 对不起 牧师不要讲得那么粗哦 你知道吗 真正的朋友呢 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呢 他第一个动作 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扶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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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事情 有没有事情 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看到 朋友啊 好好好 来 借一点点水来 什么水 这里有摩拉水 这里有矿泉水 什么水 不是啊 那些水啊 干什么呢 我流鼻水啊 好 好 借一点点水来 真的朋友 哎呦 这么急啊 多少钱才够销 二十元不够啊 五十元给你咯 OK 你知道吗 真的朋友呢 不是看你走在 走上绝路的时候 还 你给钱啊 等于在帮他 更加靠近死亡 你再推他 靠近地狱 你知道吗 真的朋友呢 不是使我们的生命 更糟糕 真朋友呢 是想尽办法 带出我们生命中 最好的一面 真的朋友 会使我们的生命 更加发光灿烂 很多朋友呢 都怎么样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哇 那天 哇 你突然间 哇 考 你考试 哇 A plus啊 你拿着成绩单 去跑去跟他分享许乐 哇 你看我成绩单 A plus啊 他会跟你讲 好热吗 A plus的吗 我A plus plus 总裁的吗 你知道吗 真朋友呢 不要说你A plus啊 你跟他分享 说你拿到A 他都会怎么样 他会为你欢呼鼓掌 真的朋友 就算你拿到 你如果真的是拿A的话 他会这个面子说 哎 我的朋友拿A呢 你知道吗 我有这样的朋友啊 哎哟 塞 塞 你回顾一下 你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带出你身边 你生命中最好的一面 你回顾一下你身边的朋友 他在激励你向上 帮助你攀爬去到更高的山峰 帮助你去到更远的境界 还是在限制你 给你的是嘲笑 带给你的是消极 带给你的是后退 在推你靠近黑暗 在让你靠近死亡 亲爱的贵宾朋友 我不敢说FGACYC 今天我们可以 有很有能力 我们很有技巧 我们可以为你带来 你的生命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起码我告诉你 我们爱你 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的神 两千年前 祂来到这个世界上 祂准备来 转变你的生命 我们存在这个地方 就是准备为你欢呼 我们存在这个地方 我们准备的是给你的是拥抱 我们在这个地方准备的是给你 给你我们的肩膀 让你可以站上去 看得更远 去到更高 要派掌给神就大声 派掌给耶稣去都 Amen 我们 怎么样可以带来转变 怎么样可以改变呢 最后 我们需要的 刚才第一 我们要丢弃 要离弃救友 要把旧的丢掉 你才能够领受新的 第二 你要得到朋友的帮助 FGACYC 就是你的朋友 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就是我的家人 我会想尽办法 用耶稣基督的爱 来爱你 Amen 第三 我们要转变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就卖团上来 我们所相信的神 他是一位真实的神 我了解到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通常我们都会看 为什么你们所相信的神 看不见呢 基督教不是十字架的吗 为什么神 你们没有 没有安一个十字架的 没有放十字架 你们神在哪里 你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呢 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他现在与我们同在 同时间 他也在美国 同时间他在北极 他也在南极 他现在与我们同在 他也在我们的过去 我们人有限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一个小时 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就软弱到 我们就有限 回到我们的过去 我们没有办法 回到我们的昨天 我们更加没有能力 去到我们的明天 去到我们的未来 但是你知道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没有时间 是没有距离的限制 他在这个地方 也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在昨天 也在今天 也同时间 可以去到我们的未来 这个就是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的奇妙 你说 这神虽然也看不见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人类啊 都是靠着 看不见的空气 而生存下去的 你并没有 看见空气 摸到空气 捉到空气 圣明有空气 试验有空气 你才呼吸空气 我会告诉你 就算没有看见 没有摸到 你不需要证明 你不需要验证 我们就可以相信 耶稣接受他 领受他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让他为我们的生命 为我们的人生 带来更大的转变 转变 以带来更大的丰盛 更大的祝福 阿们 我们所相信的神 他是因为怎么样的神呢 诗篇第一篇 第一章这边说 相信接受跟随他的人呢 是有福的人 当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怎么样 我们就来思想神的立法 听他的立法 听他的话语 相信这位神的时候呢 他说我们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不单止叶子不沽干 按时候就有结果 按时候就有结果 在我们中间好多人 今天神给我的领受就是 已经好久没有结果了 你在焦虑 那个关系的叶子 已经沽干了 你在焦虑你的工作 你的生意 那个叶子已经开始沽干 我们同样 另外一棵树 我们一堆树全部都在溪水旁 我们所有的树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为什么 我的要沽干呢 他们还能够继续生存呢 我知道今天神给我的领受 在我们中间好多人这样的疑问 好多人这样的焦虑 你在问为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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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今天在跟我们说 如果你不从恶人的计谋 你不占罪人的道路 你不做那些好计较人的 人的座位 当你相信他 接受他 跟随他 你回转归向他 圣经说什么 叶子不单止不顾干 按时候就结果之 凡你手中所做的 都亨通顺利 你知道 恶人会怎么样呢 圣经说 他们会被风吹散 他们要受审判 他们不能够站立得住 他们都要怎么样 都要灭亡 这个就是 神 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所相信的神 圣经还说什么 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边说 神就是个门 凡是从门进来的 从耶稣的门进去 基督里面的 不管你出 你路 你都好像羊那样 找到草吃 我们在人生里面 我们在工作 我们在经营的时候 我们最担心 就是找不到供应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你凡是 经过耶稣基督这道门 进到祂的里面的 你出路都要得草吃 切者来撒旦邪灵呢 是要带给我们偷窃 杀害跟毁坏 耶稣来呢 却带给我们什么 带给我们丰盛 带给我们祝福 带给我们成长 带给我们收获 带给我们更多的奇妙 而且呢 不单是丰盛 还要更丰盛 不单是今天丰盛 明天丰盛 明年丰盛 这一代丰盛 世世代代都丰盛 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祂的美善 祂的慈爱 你知道吗 神的慈爱 祂说 世界有苦难 凡是劳苦 但重担的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二十八节那边说什么 你们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们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们来负我的饿 你们就会知道 我的饿是那样的轻盛 你们来跟随我的手 其实不是个重担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鼓励你的不三子 是今天晚上来 下个礼拜来 我们会鼓励你一直来 不要误会 说我们会有什么不好的企图 你来教会 我告诉你 我可能 不一定会给到你什么 但是我非常有把握 我确定 我们所相信的神 耶稣基督 祂绝对会给你 一切的丰盛跟慈爱 人有限 但是我所相信的神 却是无限 充满了神的慈爱 他说 你来靠近我 你来跟随我 你就知道 你生活本来的重担 变得轻盛 你本来的困难 会变得什么 荣誉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的神 他就是一位奇妙的神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四节那边说 我们不要不信 我们不要心硬 我们对神 不要怀疑 他说 那一些 信而受洗的人呢 第十六节说 必定得救 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有受洗的欢庆会 在我们中间 上个礼拜 你在 Stadium Potron Stadium 已经决定要受洗了 本来刚才呢 你聚会之前 应该是上课的 如果你 miss掉了 下个礼拜 还有一次的聚会 下个礼拜 你提早来 我们参加我们六点的 这个洗礼的课程 跟面试 我们也会为你祷告 你知道吗 圣经说什么 当我们信而受洗的时候 他这边说什么 信而受洗之后 这边是说 我们是亏损 我们是大笨蛋 这边有说 信而受洗的人 是迷信吗 这边有说 信而受洗的人 是一种精神寄托吗 这边没有这样说 这边说什么 那些信而受洗的人 不单止得救 他们也不被定罪 而且信的人呢 必有什么 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奉神的名可以赶鬼 用心方言说话 用手握舌 喝了什么毒物 也不怕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得着医治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华人会怎么样呢 我们上山 我们去到很深山里面 我们去很远的地方 我们到处去寻找 去找到一个神明 我们要从他那个地方 得着一些帮助 得着一些神迹 但是 我感谢主 我非常荣幸 我非常 我非常幸运 我很 豪杀呀 会不会听 好在 我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不需要到处去找 因为他的祝福 他的恩典 他的神迹 会追随着那些 相信他 接受他 跟随他 服侍他 献上给他的人 请问在我们中间 谁要耶稣的祝福 跟随 谁要神的神迹 跟随着我们呢 相信我们 大力挥挥我们的手 派一掌给我们的神 祝你的怜悯 是我无法折丢 你爱触摸我心 是我能够满足 请大家不要随意走动 谢谢 祝我神迷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祝我一切消毒 不希望的保随 不希望的宝贵 在住你的眼中 你为了我的罪 每一个事在世间 耶稣为我生命 涂抹一切救度的恩典 我生命已被更新 无限感恩重担我力 无法用言语来说你的恩典 是以我美丽生命 不停我活着 是为荣耀的生命 无许我生命已被更新 无限感恩重担我力 无法用言语来说你的恩典 是以我美丽生命 如今我活着 只为荣耀你生命 无限感恩重担我力 无限感恩重担我力 无法用言语来说你的恩典 是以我美丽生命 无法用言语来 无法用言语来说他的内容 就是出 lifes了 在你的恩典 ождения 我根本哭了 Kaulah Hidupku jadi baru Kara kata Ka yukisdang Ku mengungkapkan Syukurku Kaulah Hidupku jadi baru Ku hidup Hanya untuk memulia 十篇二十三篇 这篇说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 好像牧羊的牧人 我知道在我们中间 你在面对缺乏 你的idea穷尽了 神今天在跟你说 有他 你必不缺乏 他会带领我们去到 有草吃 有水喝的地方 我们在唱这首歌 我鼓励你来到全面这个地方 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供应 你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 他来的目的 不是让你减少 而是带给你供应 带给你增加 诗篇二十三篇这边说 他要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你走的路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走错了路 我们做错了决定 但神今天的爱 明明向我们显明说 把手交给他 把方向盘交给他 跟随着他的引导 跟随着他的光 他会引导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如果在我们中间 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跟贵宾的话 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来寻找耶稣的引导 这边说什么 这边说 有时候我们会遇 在世界上 我们会遇到危险 就算 行过死因的幽谷 你也不怕遭害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神 他与我们同在 他就成为你的保护 你知道 我们的神来 不是要叫你伤心 不是要叫你绝望 神来 他说 他是要带给我们安慰 带给我们医治 带给我们扶持 他会帮助我们 从低层次去到更高的层次 攀爬去到更高的山峰 耶稣来带给我们安慰 耶稣来带给我们欢呼 耶稣带给我们喜乐 四篇二十三篇说 你知道吗 神是为我们圣缘的神 我们在世界上很多时候 我们会面对打击 但是呢 神说什么 他说 他说他在我们的仇敌面前 为我们摆设厌室 他不会使我们得羞辱 他会使我们得荣誉 他会使我们得荣耀 耶稣来 是要拿走所有的羞辱 在我们中间的贵宾 神的慈爱 又在说什么 他会一生一世随着我们 神的安典 神的安慰 神的祝福 神的奇妙 神的供应 神的帮助 神的力量 神的爱 一生一世跟随着那些 相信他 接受他 服侍他 跟随他的人 亲爱的贵宾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唱这首歌 你可以从位置来到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同步祷告 不一定天裂开 把一个祝福掉下来 你应该要祷告的是 神啊 给我得祝福的力量 你不要等着神迹发生 你要求的是什么 让我带出神迹的能力 你要求的是带出神迹的能力 带出神迹的信心 不要常常祷告说 突然间 我找到一百万 你找到一百万 一生人 你世世代代 就是可能 就是只有那一百万 如果是我祷告 我会怎么祷告 你知道吗 神啊 让我拥有 每一年找一百万的力量 让我的下一代呢 每一个月找一百万的力量 让我的下下代呢 每一天找一百万的力量 不要等一百万出现 你要从神得着的是 create一百万的力量 在我们中间的贵宾朋友 神爱你 今天晚上呢 我鼓励你 等下我们再唱的首歌 从位置来到前面中间这个地方 敞开你的心 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助 让祂在你的人生里面 为你带来转变 从转变带来祝福 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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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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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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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